民進黨主席賴清德上任後 宣示四項黨務革新 第一點就是杜絕黑金 落實排黑條款 而現在傳出綠營將在本週三 中職會上討論排黑條款 加延規範 排黑條款怎麼修 民進黨相當低調 畢竟敗選後檢討黨內黑金黑道 一度變成派系互打 若不小心處理 可能碰擊敏感派系議題 以民進黨現行的黨員入黨辦法 其中民定組織犯罪 毒品槍炮等犯罪前科者 都不准申請入黨 未來入黨規定 加延不排除有管訓記錄 就不准入黨 賴清德處理制度面 對事不對人 民進黨有黨的機制 就是我們的中常會 跟中職會的機制 不管任何的議案 會在上面做出充分的討論 賴清德上任後 處理涉及會選的台南市議長 邱莉莉等人 以及通過學倫機制 現在又將討論排黑條款 以實際行動展現改革決心 三天新聞許千 由一博台北報導